2022年2月11日,大脚星人理事会转移到第五维度并返回源头,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你们联系。我们非常决心通过这些传输为你们带来你们所需要的一切,而你们所需要的总是比你们想要的更好,因为你们所需要的让你们更接近存在的最终目标及回归本源。 我们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你们的高我也知道,你们的向导知道你们需要什么,你们的银河团队也知道,所有扬声大师和大天使都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当你们敞开心扉接受所需要的和正在给予的,这是一种比简单的为你们想要的祈求更好的祈祷方式。 你们确实有能力调整到一直被给予的能量。 当你们这样做时,你们会体验到当你们一点一点提高震动时发生的成长。 这就是那种成长的体验这段旅程的全部内容。 每个人都可以跳过所有的体验,直接回到源头能量,但无论如何你们都将重新开始。 因为最终你们确实想要这些体验,无论你们有时会怎么想,你们都不想乘坐子弹投列车到达中边线。 你们在那里是为了有在那里的体验,以及体验所有最终将导致你们回家的体验和感受的体验。 但就目前而言,你们正在向我们所说的第五维度迈进。 这是更高层次的意识。 你们中的许多人也想到达那里,你们只想尽快完成它。 但如果你们错过了所有的步骤,所有的体验,所有的感受, 那么你们一开始就错过了存在的目的。 许多人想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告诉你们,无论你们现在过着什么生活, 你们都在实现你们的目标,你们的目的是在那里,拥有体验并从这些体验中成长。 它不必看起来比这更宏伟。 因此,如果你们现在看起来没有在生活中做很多事情或取得很多成就, 请记住,你们在那里,你们正在体验,你们正在成长, 你们在每一次呼吸中,离源头更近了。 当然,我们都回到了源头,这是唯一可以去的地方。 在源头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存在。 请记住,这段旅程是为了品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一直教你们更多地处于当下。 所有其他伟大的老师也会告诉你们处于当下的好处。 只有处于当下,你们才能享受旅程。 当你们处于当下时,你们能感觉到你们内在发生的微小变化, 让你们一直知晓你们实际上正在更接近源头。 无条件的爱、合一、和平,每天敞开自己来接受你们需要的帮助。 这将给你们更多的运动体验,那种回到你们出生之爱的家的体验。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2年2月11日,天堂来信,地球上的上帝之光,一者扬声传导。 上帝说,在创造的开始,在他的开始,显化的创造的开始,当能量变成物质的时候,我说,要有光,我在我的光中创造了你们。 我为你们创造了世界上的太阳来照亮它,我造了许多太阳来互相照耀,我为你们创造了一个太阳来照亮其他的太阳。 我所造的只是光,但我形成的光变得有区别,变得有形,变得稠密。 有时我为你们创造的光变得有阴影,有时根本看不见,但不要担心自己是我的光并散发出我的光。 也许把你们的注意力放在在别人身上看到我的光,然后,很容易,没有刻意的意图,你们会开始看到光从你们身上闪耀出来。 不要害怕寻找从别人眼中发出的我的光,相比之下,你们不会少,你们是大海的波浪,我是大海,所有的波浪,如此相连,如此多,它们都是海洋。 一个波浪依赖于另一个波浪,但它们都基于它们的运动和振动所来自的固体海洋。 如果不是来自海洋,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波浪不会自己创造,即使是强大的波浪也不会,如果不是我的,你们会闪耀谁的光呢? 如果我没有遗赠它们,你们能用什么颗粒制成呢? 谁给了你们声音呢? 你们真的认为自己会弹奏自己的声带吗? 你们真的认为你们是你们的接受者吗? 音乐从何而来呢? 除了对我,一切万有艺术家的证明之外,还有什么艺术呢? 哪些颜色不是我的调色板里的颜色呢?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不是我所创造的颜色吧? 如果我不这样做,谁把它们混合起来放在小洋河或罐子里,让你们从宇宙的架子上捡起来呢? 谁让你们的手臂来回运动来给予和接受,从而使给予和接受可以被称为一个动作呢? 谁给了你们心跳的指令呢? 是谁精心打造了你们的每一个分子呢? 谁养育了你们呢? 如果不是我,所有的爱从哪里来呢? 没有人创造它或带着它潜逃 这一切都是我的,被给予分享,被给予被花费,被给予被接受 如果不是我的,你们会成为谁的形象呢? 如果不是我,你们会去哪里呢? 哪条路不通向我呢? 除了我,别无他处 除了我,没有其他人可以和我一起去 你们来自哪里就是你们所在的地方 你们只认为你们去那里 我一直在你们内在醒着 我一直在搅动你们 我永远闪耀着你们 我一直在给你们呼唤 我的声音很甜 你们就像婴儿学走路一样 第一步似乎很重要 但所有步骤都是一样的 在走之前 你们已经来到我这里 一旦开始走 你们就会走到你们已经在的地方 所有的运动都是朝向我的 来回朝向我 你们无能为力 你们可以尝试走自己的路 但你们不可避免地被拉到我身边 我把你们拉到我身边 但拉动也是出于自己的意愿 我们定义了一个约定 你们和我 你们将在世界上冒险 更进一步 你们会来找我 你们会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 你们看哪个方向没有区别 只有一个方向 就是我们的方向 而你们在这里 我在这里 所有人都在这里 那里没有 只有我们在这里 我们所有人在一起 我们在这里